正式开始进入道立的练习之前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道立学习的一些经验 第一个就是 我们很多人练习道立 手上半身 其实就是你的根基 我们的根基 讲的根基是哪里呢 任何的动作 我们的根基都是跟地板接触的地方 这个都是你的根基 我们练习道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同学练习的时候 你的根基是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做道立 你下梁不正 上梁歪 所以很多人练习道立 它的挑战很大 这个都是来自于上半身 所以力量是要有的 不要认为我们的道立 是在那边沉重 道立是不要沉重的 是要靠自己身体的力量去支撑 如果你是靠沉重的话 最容易上到的就是 头道立里面 最容易受伤的就是你的脖颈 第二个道立 很多时候是因为心理因素 我们是害怕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把道立的时候 把平衡拿掉 然后我们利用墙 或者利用一些辅具 让我们减少我们的害怕 当我们减少恐惧的时候 我们更多专注的就是 身体如何应用 在我们道立的时候 所以第二个因素是恐惧 你要有觉知 知道自己是因为我身体不够成熟 还是因为我有恐惧 第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你同时要练习 动作的同时 你又练习平衡 这个就会造成 你是欲速而不达 你就是既不能够平衡 也做不到这个动作 或者做不好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练习的方法 应该是怎么样 先把平衡的要素拿掉 先练习方法 把这个方法做好 然后我们才练习平衡 如果你只是想着要平衡 老是想着要平衡 你是方法做不到的 因为你身体 我们的专注力是非常有限 我们意识的专注力 全部都放到你的平衡上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专注你的方法 通过时间的推移 通过你的练习 平衡是自然会来的 你方法对了 有了力量 它就自然就会平衡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尤其是头道力 头道力我们太过经常用强 就变成了心理产生了依赖 产生了依赖 你的恐惧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当你恐惧没有办法消除 我们就很困难学习平衡 因为你这个依赖存在 所以我们的练习 有时候用强 有时候不用强 那我不用强的时候 我还会给你辅助的 让你感觉到安全 然后我们把这个平衡拿掉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 没有强 我怎么办 不要害怕 不用管 只是练习动作 只是练习动作 最后一个给大家分享 我个人的练习经验 就是其实 头道力第二诗 对于练习方法 比头道力的第一诗 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是第一诗 第二诗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叫 tripod headstand 就是三脚架的 头道力 那么 其实练习方法来讲的话 第二诗 在练习方法会 更好练习一些 陈养坡 completo 都阅折 不用等着 转习 集热 一定可能 一定要 请 poop 转 R